这个法会期间 我们会用一套仪轨 这个提前在网上已经公开了 这个仪轨的目的 就是制造一个和谐的场 和谐的场 所以待会儿呢 大家可能很多 都第一次参加不熟练 不要紧 这个我们以前有句话 你不会唱歌也会留 什么叫留啊 跟着哼哼 懂不懂啊 跟着哼哼 不要不哼哼 你哪怕就是什么都不会 你跟着那个调哼哼 那个效果也是叫同频共振 不用担心 因为你们中间很多 这一次可能有一半以上 都是第一次参加法会的 特别是网络上来的 不要紧 只要你跟着哼哼就可以了 所以待会儿呢 我们会按照这个仪轨来做 为什么要引导大家进入仪轨去做 就是我们现在你们的神识在大脑 你们都在用脑思考 这是我们被错误训练 从开始幼儿园开始学习 到今天被错误训练的一种功能 这种功能叫思考力 所以我们是心跑到大脑里去作用了 要做法会 要退神时 回心时 什么意思 你不可以用大脑 因为大脑是在我们的物质世界使用的工具 你走马路 过马路你要看红绿灯 你要看有没有车 这是大脑 眼睛支配大脑 大脑支配眼睛要做的事情 那么当我们静体安居 不需要去过马路的时候 我们应该把心思收回来 把心放在肚子里 放在枪子里 只要你把心放在枪子里 放在肚子里 放在黄庭味上 心神时是我们太极点 神道气道 神道意道 意道气道 气道力道 那你的力就在法界中震荡 然后跟着同频共振 就在影响法界 如果你只是在大脑 只影响你的思维 我在诵经的时候 我知道师父讲的 诵的这个经是啥意思 这就完蛋了 因为你知道第一句话 你已经错过了第二句话 诵经它是不停的 当当当当当 你不要知道什么意思 诵经不解经 就是诵的时候 什么都不想 就是当当当当当往下走 你要的那个是效果 是影响法界六道众生 我们怎么才能影响到六道众生 就是不要用大脑 用大脑只能影响人 其他的众生 跟你都不在一个波道 因为你是人的波道 我们只有退了自己的大脑 不用大脑 把心思放在肚子里 把神识放在肚子里 然后在这个肚子里 狂停这一点破掉 进去空性 无人无我 不知道我在送 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时间就过去了 这个时候你影响的是六道法界 只有用心 不用自己的思考力 你才能够跟四圣法界的圣众同频共振 才能请到圣众来加持这个道场 我们才能够完成圆满这次的法会 请不吝点赞